當然我們要來保護 還有救救我們台灣的汽車產業 我們繼續來討論的是 車用國產化 有沒有可能大帥一交 電動車還會走得下去嗎 那麼現在要強制國產化 那麼中國車進來 現在目前比例是 你必須要至少15%到35%以上 是國產化的一個比例 而且溯及既往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大家開始緊張了 大家說中華車成為最大枯燭 MG4的訂單 這下子接不下去了 還有本來後續有些大陸品牌 本來要來台灣 全部喊咖 所以這個舉動到底在 害我們的汽車產業 還是在救我們的汽車產業 其實這個題目出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在討論 其實很多人也都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消費者說 這樣子政府就是要讓車子的車價變貴 的確車價可能會變貴 但是不要忘記 我常說汽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國家的國力展現 還有科技還有民生都在裡面 還有軍工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政策 第一 他不是8月1號 9月1號才講的 他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跟業者都討論很久了 突然9月1號出台這一個 其實大家都會說中華受影響 的確他受的影響比較大 但是不要忘記 他的整個供應鏈要起來 恢復到國產35% 現在是比較低碼 可是因為要最舒激往 我們來看35%合不合理 如果以後是新能源車 35%在我腦海底 砰一個 一台車什麼東西佔35% Dandy 對不對 電池35% 台灣的電池有沒有 有 好幾家上市公司也是做電池 為什麼都做不好 只知道Panasonic LG這些 就是不知道我們台灣也有做電池 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東西使用 但是如果你要做電動車 新能源車的話 國產的話 我直接電池換上去就好了 大家就會說電池換上去 車子很多的VCM的訊號溝通 是不是就出現問題 錯了 電池是一個容器而已 它要改變的東西 反而比其他東西都來得簡單 你可能改一個大燈都還比較麻煩 你只是改電池 電池受惠 所以我覺得說要改很簡單 35%就是弄電池 如果電池起來之後 你別忘記了 台灣現在還有什麼東西很重要 重電 儲能 綠能 所以我覺得說 推動電池產業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說汽車還有什麼 領頭的供應 它的供應鏈要怎麼起來 我覺得給中華汽車 大概只要半年時間 就可以完成這些 半年就可以替換完成了 我覺得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不要忘記 台灣以前的車子是有出口的 是因為關稅有關係 所以台灣現在不做車子出口 沒有減賺 但是你現在想看 六合機械 國瑞汽車 三洋汽車 中華汽車 納智捷 其實都有做過車子出口的 所以現在我們要小心 就是說在這個狀況下 可能下一個競爭的 反而是韓國的車子 會在台灣市場做到比較大的 起到比較大的作用 OK 韓國競爭 接下來看一下 謝謝乃哥 雷妮你怎麼看 所以剛剛看起來 他覺得半年之後 可能我們台灣汽車 會重出江湖了 我持的看法 比較跟乃哥不太一樣 我認為國產車的應變 大概不太可能說從電池下手 因為我這個跟乃哥 是完全相反的看法 因為電池是一個車子裡面 最核心 最貴重的東西 這一塊讓你去賺 我還賣你車 你自己要坐車殼 你坐下去這不會坐嗎 對不對 我今天要買你的MG 包括那個電池 可能是對面的刀片電池 還是你說台灣未來固態電池 但我覺得 我們不能自己做嗎 可以自己做 我相信絕對可以 但是你那個規模經濟要做到 能夠去滿足自己MG這個品牌 不可能 但是台灣會怎麼去應變 我覺得比較務實的方法 輪胎 旅圈 裡面的四張椅子 我一樣可以達到35% 但是這裡有沒有牽扯到 什麼高科技 沒有 我只要組好以後 車子在歐盟認證的時候 撞機測試的時候 測試過關 現在卡在這些東西需要時間 如果我的測試沒有問題 35%達成了 當然中華汽車我覺得是無辜 它本來就一直趴在那邊去中間 我認為太大是吉利跟奇瑞 OK 好 這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商機 輪胎旅圈這些等等 公益一定會受惠 繼續來看 Gogoro又出事 大家本來講說 這是我們台灣之光 風光十年 怎麼會突然走下神壇 包括我們創辦人也下台了 到底Gogoro發生了什麼問題 還有未來下一步是什麼 劉民哥 好 第一個 大概紅番黑有幾個關鍵 台灣政府的補貼是120億 但他走不出來台灣 第二個原因的話 海外市場的擴張受阻 這個因為產品的定位錯誤 第三個部分設計師的董事長 終究只是一個設計師 再來的話就是獲利的壓力 成為壓垮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來講一個企業的成功 真的需要很多因素 但是失敗只要一個 各位覺得這四個裡面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獲利 我跟各位講 獲利是這個 我們常在講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 一個管理者 如果他沒有人和沒有關係 你的財 大概如果是跟庫克 跟馬斯克一樣的話 人家會說 那你終究只是一個孩子 所以你有被討厭的勇氣的話 我們把你當神 但是如果你的財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有龍 你就必須要有龍乃大 你就要有海納百川 這樣的一個氣度 那你如果兩個都沒有或兩個只有一半 那就會碰到 例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回頭來去看 它是有它的高光時刻 從2011年開始 它的首輪 募資就有鷹眼糧跟王雪紅 然後接下來 各位你去看它的B輪融資 到它第三輪的一個融資 全部都是國際級的一個部分 但是2022年一掛牌了之後 掛牌就是高峰 首戰就是中戰 對 就是那個時候見高峰 那你從2022年開始 你把它這一系列的讓算起來 我們剛剛說獲利的狀況 初步來是什麼原因 結果你會發現真正的原因 就是在今年1月發生的事情 1月發生什麼 營收長 資深財務副總 資訊長 法務長 資深行銷副總 產品長 相繼離職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不管你海外怎麼受阻 或你怎麼賺不到錢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信仰你就好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員工去跟越南談 我們的員工去跟印度談 我們的員工去跟東南亞泰國談 但是每次談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把你請過來的時候 就破局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一個沒落的貴族 你永遠都是高高在上 所以你人和很差 那你如果有才能的話也OK 但是你就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我們不是在批評人 我們的意思是說 你要管理一個企業 不是你只會設計產品就好 你會經營一個公司 所以這些東西到最後 就沒有人願意在幫他的情況之下 從2024年的1月開始下來 然後中間當然是因為你長時間 董事會給你的壓力 你都獲利出不來 所以到最後你就必須要用一些 中國零製的產品 所以有人說這是習慘地 我覺得那是一連串問題 到最後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現在換人的話 可能就有一些機會 OK 好 謝謝永明哥 這的確使用者 最近這一連串的抱怨聲很多 說非常難用 一哥你怎麼看 所以我們在講這些之前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說 講Gogoro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絕對是車子 對啊 當時出來大家覺得好可愛 對 驚動乳靈 第一個想到的每個人都想到車子 但這不對 因為Gogoro一剛開始跟大家講了 它是一間能源公司 它其實是一間新能源公司 他說它要改變人類 使用能源的方式 是 它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取得融資 剛永明哥有整理出 一個非常好的數據 它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吸引國際企業 因為只有能源才是決定未來 勝敗的一個關鍵 但是 它當到2022年開始 那個時間點 就是開始百家真名 大家都在做電動車 它第一個 它沒有傳統車長那種獲利經驗 所以它在做的一切事情都是 我在描述一個夢想 我在描述一個方向 告訴你說我的車子 我的換能源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所以到最後它變成是說 它必須要再跟這些車廠做競爭 比如說我可能要車子要做得更便宜 所以姑且不論說我騎場地的關係 我覺得它是在這個地方講清楚就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它的公司的方向定位要很清楚 否則它會變成最後變成成員能源 敗演能源 好 我們先進往待會兒來看看 這個全新的一些新的機制出來之後 到底對投資有什麼影響 有哪些機會 馬上回來